學芬 妳好 很開心能夠在這裡訪問妳 那想說 想了解妳在這邊學畫有多久了 快兩年了 那妳之前有在繪畫嗎 有 那為什麼會特別來想跟郭老師學畫 因為我的退休人生規劃就是說 我退休後想做我喜歡做的事 平常沒時間做 那我就想說我最愛的就是畫畫 就是畫畫 那妳跟郭老師學習 有沒有覺得郭老師的繪畫 跟其他的繪畫家有什麼特殊的地方嗎 大大的特殊 大大的不一樣 因為我剛開始是學工碧 不是 是退休之前先學工碧 那畫的畫 畫到後來 我有起一個感覺好像不是這條路 因為那時候學到感覺都是在著色 那有人幫我介紹郭老師 那我來了之後我才發覺 郭老師完全是不一樣 他的那個畫作 剛來的時候我是拿我的作品 我畫的給老師看 老師跟我說全部放空 那時候感覺都不行了 就這樣子 就歸零啦 歸零學習 對 從頭來這樣子 那學的時候 我最震撼就是老師可以當場作畫 就當場就是把那個畫 就是把白苗稿就畫出來了 那最主要我就看到它的線條 跟我們一般看到就是 著色畫就是線條都是一樣的 大小都一樣 可老師的線條變化多端 不只纏頭厭尾啊 還有很多的轉折 會給感覺說 其實這條路還很遠 我要學的東西還很多 這樣子 所以你說 你覺得郭老師最特別的地方就是 他是直接用毛筆 就直接心中有構圖 就直接就畫出來 對 他馬上構圖就出來了 比較像回家弄到老半天 弄不出一張畫來 老師是信手臉來就有了 所以很不簡單 對 好像聽說 能夠這樣直接用毛筆 直接就畫 就描線條的其實也不多 很少 我真的覺得也不多 還有老師一個觀念很棒 就是手破離 手 就是緊手的手 那我是初學 對我來講 從頭來過是初學 這個手對我很重要 所以我很注意 看老師怎麼帶我們畫這樣子 那破離以後還很遠的是 不就是手 你說什麼手破離 手就是 遵守老師教導我們的方式 先學 手 那破的話 老師講破就是說 你學到一個程度 就可以超越 是 就有自己的想法出來了 那離就是有離了 你可以任意怎樣都可以 游刃有餘 對 所以我覺得這三個 手破離 這三個真的超棒的 也是老師的心得 對 真的是很特別 那再來就是說 之前已經有繪畫的基礎 那 郭老師的創作 最吸引你的地方 是哪些地方 雅 非常的雅 對 典雅的雅 雅 看起來就是讓你覺得全身都舒服 就感覺這色系我喜歡 它不流淑 我覺得畫畫最怕流淑 這樣子 就不會厭淑 這樣子 對 佩夢同學妳好 妳好 我知道妳是學室內設計的 為什麼會想要來學這種採末工筆 我是認識律師堂的師姐 然後我們有幾個同學 一起來作伴 我們之前跟同學在學 清水採 清水採 淡採 對 本身也是學工程的 然後畫畫這種東西 其實擴航也是隔行如隔山 學工程畫的是很硬的線條 可是來這裡學的是很柔美的線條 柔美的線條 對 它是很不一樣的 然後就是 有很多的那種啟發 來上了這個課 很多的就是很美的東西 其實應該是這一塊 就是我們在念書 老師沒有教到的東西 對 這一般在學校不太容易 教得這麼深入的工程 還有線條的一些特色 一般的那個通識教育 是不會教得這麼深入 是要美術系的才有 對 今天同學也有學過 對 那你學了也蠻長的一段時間 會讓你這樣子 持續堅持下去 一定代表郭老師有什麼 特別吸引 吸引你的地方 就是郭老師的繪畫 有特別吸引你的地方 那你可以談談你 對郭老師的繪畫的 感受跟感覺嗎 老師給我們的那個想法 就是說他的那個概念 就是很多的那個創意 同樣的畫 同樣的花 就會讓你有很多不一樣的想法 就是說除了很真實的把畫 跟花 畫在你的圖上面 可是呢 他又給你很多的那種想法 我相信這種想法是在 跟了很多 很多老師裡面是沒有的 對 因為 不會很 就是很制式化 就像老師在講 我們跟很多那種 傳統的工筆是不一樣的 我們也去看過 其他老師的展覽 那 其他老師啊 就是非常的 給人家感覺 公別畫是很實的 然後我也很喜歡那個 宮廷劇 宮廷劇 對 我們也有去看很多那個 以前的那個 古老的畫家畫的畫 然後 就沒有 郭老師的這種 虛虛如生的那種感覺 對 就是說他有他的 自創一格 然後 他有 引導我們很多的那種 不一樣的概念 或許我會比同學多一點點 多一點點 那種 不一樣的見解 可是我會覺得說 可以繼續堅持 又有好同學在這 大家有伴 其實我覺得 一個人畫一定很不擔 可是呢 來這裡就是會有很多同學 給你鼓勵 然後大家都很 很有心的一起學習 這也是一種 學習的那個 讓你一直堅持的那個 對啊 因為我一起來的同學 就 有其他的想法都離開了 對 那有的有很多事情要忙 我們跟著班長是同一起來的 因為老師他 他的繪畫其實是跟他 個人的那個涵養是 結合在一起 他的經驗 在教化的過程當中 其實也可以 帶動同學們之間 互相幫忙 互相幫助 大家都 相處得很好 這樣子 這種 學畫的氣氛其實 也不太容易營造 對 就說老師在教化的過程當中 其實 對 學畫的班級的營造 其實也是 營造一個非常好的 很好的氣氛 對 因為畢竟 美學的東西 就是真善美的結合嘛 人跟人之間的相處就是 要真 要善 那你在 學習繪畫 這種美學的東西 它才會 更顯出那種真實感 才能夠打動人心 是啊 對啊 這就是我們 一直堅持的那個信念 那妳可以舉一個比賽 妳花了這麼多 這一段時間來 畫了這麼多主題 有沒有什麼妳 覺得比較特別的地方 印象特別的 印象特別的 其實應該是說 從 我們一來 十月來 十二月我們就參展了 大家就是趕鴨子上架就上去了 你回頭我就會把 最早最早展的畫放在牆上 然後妳就會一直再回頭去看它 妳每天會看著它 然後一直看妳現在的畫 就會慢慢的給自己有很多的那種 不一樣的那種 成長 對 然後 這麼多畫裡面 其實最喜歡的還是那個 老師最喜歡的那個荷花 我們畫過了 好幾種表現的荷花 有上墨的 然後也有 跟荷花一起的那個 像在水裡的荷花 在瓶子上面的荷花 然後 光一個荷花的表現 我們也 參與過那個很有趣的畫 那個扇子 對扇子的荷花 然後它用那種墨去表現荷花的那個 它的力道 它雖然是給人家很柔 對 可是呢 在不同的那個作品裡面的表現 其實它是很 很有表現出它的那個 特別性跟它的味道 就是說 郭老師的荷花它可以應用在扇子 應用在很多地方是很多元的 對 對 就是它很有趣的地方 而且妳把妳自己 可以第一次參展的畫 掛在妳自己的牆上 牆上 對 然後可以回頭看自己學畫的來時路 知道自己成長的過程 對 好 那感謝 謝謝你 謝謝 好